安法博会和歌曲采访 大家好,我是Samuel 旁边我的客服Crystal 还有秋林和慕叔叔 这次我们被称为《贴心、贴心团队》 是感恩的 其实为什么要协身呢 我们就是红木丝丝舞一齐 我们就是在特会期间 由早到晚都是红木丝丝舞一齐 他们中间的休息 我们再回去V-House 秋林店、毛叔叔店就煮食 接着就再去特会 晚上一样 我觉得是很感恩我们可以这样去服事 因为今次的特会很不紅 另外协心 我其实是很感恩的 因为牧师丝舞之后结束都说 很感谢我们 有我们一起 和他一起让他在特会期间 可以休息、可以放松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 都是和牧师丝舞被整合 所以我们和牧师丝舞这次一起 由早到晚都很轻松、很没压力 我们在牧师丝舞这样对着我们 都是觉得原来是放松、休息的时间 这个令我也觉得我们的生命被整合 另外就是除了我们和牧师丝被整合 这次他们都说你们很恩爱、很好 好像去动物穴那样 我都不单单是我自己被整合 Kristo也是被整合 那就又去分享一下 是的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一起合作 特会前我会爆他 特会中间我爆他 特会完之后我都会爆他 但是这次我们的合作 是完全没有爆过的 没有情绪的爆破他 这样的 在过程中我们都很享受 一起来到去服侍的 其实以前我在服侍 尤其是这么贴心的拳柄 其实我会很害怕和很惧怕 一直从我知道要接这个安排之后 我都会很害怕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神调整我自己的生命 对准了生命术 还有在第一届里 我真的知道天父爸爸爱我 所以在我里面的拒怕 我觉得好像一下子就除去 所以我整个的 无论是我知道 我要去做牧师丝母 这次特会的除人秘书 我要帮牧师丝母安排很多东西 和很多分堂牧者来联络 我安排很多事 甚至我知道 都会有突发的法球球 要来到去接的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 是开心和喜乐 去接这些球 甚至我觉得很刺激 很开心 我以前也不会觉得很刺激 我以前会觉得这些很烦 甚至我以前接完这些球 我就会觉得我整个人瘫了 是没办法享受 无论退休 我没办法享受 也没办法跟其他同工联络 但是这次是绝然不同的 我们在特会 说明天结束之后 感恩完十点多钟 古晋还有一个美食节 我们也跑去做这个美食节 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童工跑去 还有牧师很开心很刺激 甚至我们有休息的时候 我都可以跟其他童工重组 去挑战这个古晋美食 感恩 是 我作证人 Crystal这次的博士真的很轻松 还有两夫妻一起很和谐的 讲话和聊天 其实她是帮了我 她两个帮了我很多 因为我们在Wit House 照顾牧师师母 和童工的饮食 其实这个很重要 不过刚刚去到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物资 没有这个又缺那样 其实超市就在对面 一分钟就能走去 但是去不了 因为没有马线 那些车很快很快就过不了 所以就要Samuel开车 Crystal和我一起 去扑食材回来 因为牧师师母 在这个特会里面 释放气息 对着千人 你说对着我们童工 一个星期一次 都是二百多个童工 一天星期一次 但是去到那里 是一日三堂的 所以其实他们很需要休息 需要有烫汤热菜 这样去 又可以休息一下 回气 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服事里面 我觉得很感恩 除了和他们合作 还有我老公的 支持 他很支持 还有门徒都配合一起去 还有我半年前 去帮他们减肥 大家记得好 这种很厌修 他们十一个人选择了一百五十公斤 所以很感谢主 牧师师母 可以让我们去发飞必营 可以一起去服事 为了这种感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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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